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我们谈谈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谈租客的问题纠纷 因为这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第一女婿 库许娜的一些物业跟租客发生的纠纷 但是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谈谈最新的消息 就是昨天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音乐节上面 发生了大屠杀 目前我们知道已经有58人死亡 515人受伤 那么这个案子的发生 就目前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有一名64岁的白人男子 他check in到Manderley Bay 也就是拉斯维加斯一家很有名的酒店里面 然后带了10把机关枪 从他住的32层楼的房间向下面扫射 那么首先我现在想请教吴律师 这个酒店能够让入住客带十几把的机关枪进去入住 难道酒店没有责任吗 所以这个东西 当然现在一切还是在侦查的阶段 他这个枪是怎么带到酒店的 这是一个问题 甚至乎他是怎么进酒店的 他是从门口进去的呢 还是知道我们知道他有直升飞机的 知道我是坐直升飞机进去还怎么样 这些我们都没有资料 反正他肯定有一个方式要进来这个赌场了 那我们都知道赌场的话到处都是camera的 对不对 当然camera的话他们是照了一些人 那这个要看这个赌场呢 就是说有没有留意到他这个人很奇怪 那比如说他去check in的时候 因为他住了好几天了 他星期视就进去的吧 对吧 四五六片 那差不多三个晚上四个晚上的样子 那他这个枪是一次性就带进去的呢 还是分次这个也不知道 对不对 如果说他是一次带进去的 那他是放在他行李箱里面呢 还是说就这样背着呢 手上提着呢还怎么样 对不对 或者他放进去装着这个东西 到底呢是比如说是一个枪套子 这样套子一看起来就像枪子呢 还是说你也看不出来 他可能是放了一个比如说一个吉他的一个东西 一个盒子里面 有时候你也不会留意他 到底里面没想到他里面是放枪的 是不是这种情况现在都不清楚 那说到底呢这里面说 至于说这个赌场也好 音乐会也好 法律上有没有一个义务的话呢 就是说就看他们有没有疏忽 因为我们叫negrigen 那这个疏忽呢 就是说一般的人的情况下呢 看到那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要去问呢 比如说对他一次过 就在这十几把枪全部一次过都来 然后手都拽在这那里或者背凳 一看了就很奇怪的觉得这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有义务要去问问 到底你这个是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没有明显的迹象 东西都放在行李箱 比如带两个大行李箱 这很正常啊 人在那边去住对不对 就在住几天 带行李箱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能知道他里面可能是带着枪 那这个音乐节的主办单位 就应该民事责任相对比较小一点 因为他的枪是从上面打下来的 那又不是在地面上音乐节发生的这个举行的场地嘛 所以音乐节的这个主办单位还有他们保安 是不是就可以逃过民事赔偿 对他应该就是可以说更离这个责任可能更远一点 或者说你让他负责的话 这个几率就可能会更低了 对他没想到的嘛 对这个费来横祸的东西 对主办单位你不可能 你要说你在举行音乐会的时候 那些人没有舒散好 对不对 或者有什么事情 那人采人什么 这个可能你是主办单位里面的安排不好 但你这个是从外面枪打进来 可是他枪打下来之后 我有看那个影片 这个人他不是一直扫射 他中间有停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扫射 但那个时候人已经乱成一团了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音乐节的主办单位 因为他应该把舒散的地点逃生门口 他如果在这方面他没有做好 万全的准备的话 他会被告吧 这个可能就是他的责任 不管说有 如果说在这个东西发生之前 比如说你这个场地都有安全 你要确定 因为人多的时候的话 会发生一些意外 或者一些扫动 或者人到处跑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所以的话 他有没有足够的舒散的渠道 对不对 或者一些信告诉人说 如果有什么紧急通道楼 怎么要往哪走 这是一个 对吧 这个是说之前就安排好的东西 然后的话 他还有一个说 万一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这个主办单位怎么去处理 他当时处理的时候 有没有尽了他的责任 有没有舒服 这也是一个地方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都没有足够的情况来判定 现在来说 但是大体上来说 一旦发生这样子的意外事件的时候 他的民事责任 其实是可以 就是先初步先厘清 你可以提了 对你可以提 那再一个像那个 我们说回到酒店 那他住几天的话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料 到底他也没有要求人说来清理房间 对不对一般人住的话 每天清理房间 也有一些人就可能两三天 他就你不要来清理了 反正我不介意 或者觉得你来 他还当心你把东西弄乱了什么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人进去清理的时候 当然你清理的话 你也不能翻住户的东西 但是如果他的东西有时候就放了 在外面你这样去清理的时候 这样就能看到了 就看到这个枪头 或者子弹的里面的话 如果就看到的话 那他们就应该要去报告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机关枪大概不太容易长吧 我不知道啊 again 那至于说他的枪是不是 一带进去的时候 是都装好的呢 还是拆了呢 对不对 那资料显示说 他有些枪是他改装了 对不对 那可能他会 虽然他也不是专业 没有当个兵或什么样 他本身是一个退休的会计吧 那他是不是把这个枪都拆散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也没有资料 那另外我想提到这个赔偿的部分 现在这些死伤者呢 他们可以向谁要求赔偿呢 对那赔偿的对象 一般来说 那这个谋杀者 对不对 他肯定没有问题了 他人死了 那他还有遗产了 对不对 可以找他的遗产 当然除非他证明 他是真的是 神智有问题 如果他当时的话 但现在这个也不知道 如果他神智有问题 那他就很讨厌了 一不当是民事上面 他可能没责任 听起来这个不可非议 但是法律的角度来说 就是这样 他连形式上可能都没有责任 如果他真被证明了 他神经有问题的话 因为这个就没有行为 不过他已经死了 是啊 但是我是说说 当我们要定他罪 或什么的时候 当然他人不在了 那形式上面 就不会再追究他 但民事上可以追究他的 因为他有财产 对 那他的遗产是 全部都要被拿出来赔 这个死伤者 基本上我相信是啦 你这么多个人 对不对 你想58个人死亡 那种Wangpoop death 对不对 还有这么多人受伤 对不对 都多在找的 但肯定钱是不够赔的了 那我稍微 我也做了一些调查 那查了一下 当然因为我们时间很急 那比如说到房地产的话 现在我们查到 他自己住的那个房子 是他拥有的 肯定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价值 也就三四十万 那贷款是多少 我还得要查一下 那我们算的是净值 对不对 那至于说房子 这是一个 那当然记录上面 显示出了 他总共有 大概有23个房地产 一个记录 至于他是不是拥有 23个房地产 我们不知道 那他的 他的brother 对吧 他兄弟说他很有钱的 想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这有钱的怎么样 有多少 我们也没有说 对不对 那他听说他还有两个飞机 是吧 因为他有那个私架飞机的执照 但是这个已经很久了 他也没有去旅游 现在应该是不合法的 如果他要开飞机 应该是不合法 但是如果他的飞机 像其他的车子 什么这应该存款的 这些的话 他收入肯定没有 他退休了 那这些的话 都是可以拿来还债的 那吴律师我想请教你 如果他有子女的话 子女可以 子女不用负责 不用负责 但是子女会说 这个钱本来是要留给我们的 那现在要全部拿去还给 没有 那他先付了债主 你遗产的话就是这样 如果有债主 先付了债主 有剩了才给他的遗族的 或者他的继承人 那我 OK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他有这个遗产的继承人 现阶段 你也不要 别想了啦 就是你要把这个 给商场者的这个赔偿心 先赔出去 你才能够谈到 不过死了58人 我估计很能够留下来的遗产 大概也不多 一个的话他就不够赔了 比方说58个 是啊 而且生命是无价的 你再怎么有钱 也是换不回亲人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真的要继续为大家关注 因为在美国的这个民事法 刑事法 其实都是这个 就是in trying together 对 所以说到索备这些东西 除了他的话 那我相信 我相信接下来的话应该会有 不管是死者的家属或者受伤的人的话 他们可能也会都提出这种民事的诉讼 他们甚至可能会把Mandway Bay这个赌场告进去 或者甚至把这个主办单位也告进去 因为毕竟这么大一个事情 有时候反正他们先试一下 对不对 如果他觉得有束缚的话 那赌场或者主办单位那边的话 至于说他们就算说法律上没有责任的话 他们会不会就拿点钱出来 就为了表示同情也好 或者去把这个官司买掉也好 这个也很有可能 好的 好 那广告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请教 吴律师有关于这个房屋租客之间纠纷的问题 广告号见 好的 欢迎回到天然话题的法律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请到的是专精商业法的律师 吴兄杰 吴律师 吴律师我们知道第一女婿Kushner 她有很多房产 其中一个房产是在纽约的巴蒂摩尔的公寓 那么上个礼拜 他的房客告上了法庭 他说第一Kushner向他们收租的费用不合理 然后并且还要威胁要驱逐他们 强迫他们缴一些不合理的费用 那首先我先想请教吴律师 房东有权这样做吗 但我们先说了 现在呢就是说被告的 Kushner他们有一个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底下呢 其实就包括有一个 一个Property Management 就房地产管理公司 那现在就是他这个管理公司被人告了 其实跟他个人被人告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OK 对现在提出来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集体诉讼 这一个集体诉讼 是这里里面有两个租客 那他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他们作为领头人 这个Lead Plaintiff OK作为一个集体诉讼 就是代表呢 就是说所有的 这过去这几年里面 来曾经在他们这个公司的管理公司底下 曾经受到过他们这种 比如说不合理的受了一些的 Lay Charge了 就往附金了 还有说把一些呢 他把呢 就是第二个月 比如说你他第一个月欠了这个租金 他不是有一个Lay Charge吗 还付钱吗 那他没有付 没有付这个Lay Charge 以后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 这个租客呢 按时付的租金了 那结果呢 他们现在就提出来说 结果呢 Xenka Kushner他们这个管理公司呢 就从第二个月里面呢 先扣掉一部分的钱 来付了这个第一个月欠的Lay Payment 所以变成的话呢 他的租金不就不够了吗 比如说他付租金3000块钱 那他现在收的 他们都是收了5个percent嘛 往前就5%的话呢 就150块 他会在第二个月的里面 拿出150块付了第一个月的Lay Payment 这变成第一个月就不够了吗 不少了150块吗 然后他又收到第二个月的Lay Payment 所以永远都有Lay Payment 除非你一次把它都付了 所以他们做 现在这个官司就提出来 他们这样做的话呢 就是一点不公平的竞争啊 或者一些隐瞒性啊 或者欺诈性的一些 做生意的行为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个官司 租客的胜数有多大 这个要看 那我稍微查 因为这个官司在马里兰州 OK 我们只能在马里兰州的法律的话 我稍微给查了一下 因为他的法律的话 跟加州有点不太一样 OK 那针对于这个有关租客的 和房东住的 住客那方面的法律的话呢 那我又查了一下 首先一个他那边的法律呢 是允许有Lay Charge OK 就有晚付金 他允许的 而且的话呢 他这个晚付金呢 他允许呢 就是说两个标准 一个呢就是说 整个租金的 租金的5% 就像我们刚才说 他像在现在起诉的 其中一个人 他说一个月是3000块钱 5%的话150 这真好 又或者呢 第二个标准呢 就是说没有付的 那部分租金的10% 看哪样更多 那比如说那个人 3000块钱租金 只付了1000块 好吗 有2000块没有付 但2000块没有付的话呢 他可以选择 那我收2000块的10% 那就200块 因为这个Lay Charge 就多一点 所以那个法律是允许这样的 一个随便一个标准 好吧 所以我们明白了 那他 Kusner他们公司 收Lay Charge 是可以的 如果他的租金 晚的话 那现在呢 就是说 他们提出来 另外一个东西 你能不能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对不对 把这个付的租金 扣掉来顶了这个 前一个月的Lay Charge 那我是没有找到这个法律 说禁止这样做 OK 那如果说 他的法律呢 就是说 不给这样做的 那你肯定就不能做 OK 所以是看法律怎么解释 对 看法律是怎么样 对 那我们加州来说 那就不允许 加州就不允许你这样做 OK 所以有些人就confused 那我们说的是 住房子的时候 房东不允许他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 我们比如说 有些自己住了一个房子 去供房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比如说你这个月的供房 比如说你的房贷 是2500块钱 你少付了这个钱 下一个月你付钱的时候 那个公司是可以拿你那个钱 你第二个月 比如你还是付2500进去的话 他就拿掉那个钱 来付你这边欠的钱 或者有late charge 或者什么的 那个是房贷的钱 都可以这样做在加州 但是的话 在加州来说 你住的房子的话 他就不允许你房东 这样来做 就是说你这个月晚了 那你要收这个月 那我们等会可以说加州的 所以说他有关那个late charge 这个还有特别的规定 OK 不见得基本上还是不行的 在加州还不允许 那就算你可以收 比如说你收利息什么的 你不能在第二个月的租金 那里面来扣 那马里兰那边的法律 是怎么个规定 要根据这个法律来 如果法律说允许的 那就可以 如果不允许的就不可以 但是就算说他允许 法律允许的话 他得要必须在他的租业里面 说他可以这样做 才能可以这样做 当然我们也没有机会 看到他的租约 但我相信他租约里面 像一般的情况下来 他这么大的法律产管理公司 他们准备的租约 应该有写 他们有权利可以这样做 但如果法律不允许的话 就算他租约写了 也不行的 那他里面还有讲到说 什么驱逐威胁 这个驱逐威胁 在美国所我的理解 您是专家 是好像是违法的行为 是不是 他们这些人是这样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 来告诉他说 你不付这个钱的话 我们就赶你走了 这个严格来说 不算怎么威胁 这个也是他的 作为房东是有这个权利 如果你违反了租约的话 包括你该付 租金不付 或者Lay charge晚了的时候 你是可以让你走的 不管你在马里兰也好 在加州也好 对不对 但是要经过法律程序 对可是这个法律程序 其实是相当的 费时费事的 所以在加州 你要赶一个 不付房租的房客出去 是没有像你们想象的 没有像很多人 想象这么简单 他是这样 赶房客 不管是你住的也好 或者商业的好 他法律是给他 一个特别快的 程序的易径 相对于其他的 一般的民生案件来说 那他需要做的 比如说你租金没有付 好吧 那甚至有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租客 或者这个房客 该做的一些东西 或者他没有去做 比如说他答应了 进去的话 他要减草了 或者说什么东西 要帮他修一个什么东西 对吧 这是那个租业的一个部分 他没去做 或者他经常开party 开到半夜 或者做什么东西 影响邻居的话 那然后房东可以 发一个三天的通知 如果租金没付的话 可以叫他一个三天的通知 pay rent or quit 说你三天以内 这包括weekend 你不能说你三天 我信用我发出去 那我这礼拜三天 那我不是 OK那你礼拜 礼拜一就到期了 周末也算的 的话呢 你就要付这个租金 要不然就搬走 或者他如果他 该做你的东西 或者要再禁止 比如要影响 开party 你不能再开party的话 那三天以内 也得要停止 那不停止的话 也要搬走 如果他又不搬走的话呢 这个房东就可以到法院 去file一个lossal 英文叫unlawful detainer 或者叫eviction 就是驱赶房客的意思 那你file之后 到可以把这个请神 容易送神奶的这尊神 送走 还有多长时间 这个程序是这样子 我说到在加州 马亚兰多久我不清楚 我相信他应该 也有个特快的程序 因为我知道 他们也是发三天的通知 OK 那我们加州的话呢 他东西给了他 都只有五天的时间 五天以内 那个这个租客的话 就要来搭便了 看到搭便是怎么样 那我们看到呢 绝大多数像住宅来说 租客他就不搭便了 你的不搭便的话 缺席判决 那商业的话呢 有时候搭便 有时候不搭便 我可以看他的是 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吗 那如果说他不搭便了 马上就缺席 那然后的话呢 房东去哪一个 缺席判决书 有了判决书的话呢 他可以就叫警察 来赶他走 因为警察会根据 这个判决书来叫他走 那警察通常的话呢 他有了一个判决以后 他就去那个地方 会给那个租客 一个叫 notice to vacate 就告诉他 你要搬走 你不搬走的话 我下次再来的话 我就把你的东西 扔到大街上去 然后就把它锁了 切上封条 那你这种情况 你要再进去的话 就违法了 变成刑事犯罪了 OK 那通常的话呢 这个罚警也给他五天 那这个五天和刚才 我们说他收到 收到书状的五天 是不同的东西 收到书状就五天的回应 对不对 有警察给他 叫他搬走 这通知的话 他也要五天去搬走 所以基本上 如果那个租客 是住在家里面 难道你家里面的房东 要进出 也会被贴上封条吗 房东要进出 对啊 如果租客是跟房东 住在一块的话 那你要把它赶出去 你不是说 哦哦哦 你说的是住的那种 分房 对对对 分房的出去那个 那他在里面会说 写了是不给这个租客进去 对他不会封住说 你其他的租客 或者房东本身 如果住那里面的 其他的人 他在那个条上面 会很清楚 把名字写出来 很多时候这个东西 不要confuse 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这个整个 就租出去给某个人 你可能租给他 可能是两夫妻 然后之后呢 他又叫了他的兄弟姐妹去住啊 又本来不允许狗 狗又进去 小孩子又进去什么 那这种情况下呢 他会把里面住的 所有的人都说 都不能进去 而不是说 你只是租客不能进去 好的 非常感谢吴律师 也谢谢你们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好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凤卫视